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王伟念 他的童年是什么样子的 事业是怎么样做起来的 王伟念1959年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他的爸爸是著名的书法家 妈妈则是法院的副庭长 他接受的家庭教育 其实和大多数的小朋友一样 只不过在课余的时候 要比别人多背一首古诗 多读一本书 父母对他的要求较为严格 也深深的影响了他后面事业的发展 不过他的童年和那个时代 大多数的小朋友一样快乐自在 1966年7月他到了上学的年龄 王伟念被父母送到了太原市后小和小学 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启蒙教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也喜欢上了表演 喜欢站上舞台的感觉 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 知青上山下乡 他的父母作为知识分子 也随着时代的潮流 去了祖国最广大的农村 为建设新农村添砖家瓦 王伟念也理所当然的跟随着父母 从城市来到了农村 离开了舒适的家和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 到了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村 王伟念起先是带着孩子的新鲜感 来到这里的 觉得这里乱处走动的家庭很可爱 这里大院子里晒的这个玉米棒子很有趣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这点新鲜感被磨没了 这里的生活相对比较枯燥 没有城里那样的小卖部 里面还有着大白兔奶糖卖 这里的人得去很远的地方赶集 采购一些用品 这里没有以前熟悉的小伙伴们 那些村头村尾的小伙伴们 成天都是灰头土脸的 就这样王伟念的父母 接受了农村的再改造 经历了农村艰苦生活的魔力 成为了意志很坚定的人 而王伟念跟着父母来到这里 同样也经历了 从城市到农村现实 也从娇贵的城里孩子 到勤劳的孩子的蜕变 正是这样的一段经历 影响了王伟念的一辈子 在他后面事业的成功 奠定了精神基础 在王伟念11岁的时候 他考入了省医校 在学校学习了9年的戏剧表演 他产生了对戏剧特殊的感情 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了 山西省禁剧院 当时他又帅气又独特的一种气质 特别的吸引少女们的注意 很多女孩都很喜欢他 所以在他很年轻气盛的时候 和第一任妻子结婚了 这一次的婚姻是比较草率的 据说女方的家庭和王伟念的家庭 也算是世交 王伟念的父母一直希望他找一个 门当户对的妻子 所以他们的婚姻大部分 还是双方的家长凑成的 双方都还没有彻底的了解对方 两人的工作都还没有稳定下来 就凭借着对方良好的第一感觉 他们马上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这一段婚姻的开始还算是甜蜜的 他们两个人和大多数的新婚夫妇一样 如交四期相敬如宾 但是随着双方的事业发展 王伟念逐渐转向了影视行业 他入这个行业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事业马上红火起来越来越忙 他就越来越没有时间去兼顾 这个刚刚建立的小家庭 就这样他陪伴妻子和孩子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连儿子出生他都不在现场 就这样忙碌不顾家庭的他 也引起了妻儿的不愉快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 矛盾越来越多 后来他在儿子十二岁的时候 就和妻子和平分手了 分手之后 他们各自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过他也一直表示 自己亏欠了儿子 心里觉得很愧疚 王伟念在分手之后就专注于他的发展 于是他参演了孙伟导演的电视剧《杨家将》 后来又主演了《敌人节》《断案传奇》 影音事业蒸蒸日上 让他的知名度和自己的影响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支持 欢迎访病毒 ά伙 crate organiz y讯 happier 都不如 ideas 什么 我们與大家身为船 我们这次金ój爽 总算得很寂 denomin 我们 这次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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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变成了无穷无尽的争吵 严重影响了学校的经营秩序 裂缝越来越大的情感时 内心是纠结难过的 他们还曾经一起想过 执子执手与子偕老 白发苍苍的时候一起去看海 一起坐在院子里晒太阳 而这一切对于未来的展望 也随着一纸离婚协议化成了泡影 他们说他们是不得不分手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是说不清楚的 面对这样的结果他很遗憾 和小湘玉离婚的那一年 王伟念45岁 这一次的婚姻失败也鞭策着王伟念 他受到了沉重打击的同时 也重新看见了生活 他觉得生活暂时没有爱情 他也能够活得更加精彩 2008年的时候 历经沧桑的他还参加了一档情感类的节目 在节目中 他睿智的发言和博学的见识 深深地打动着观众们 是的 他成为了一名知名的主持人 大家都很喜欢看他主持的节目 在一次节目中 他透露到竟有一位中年女性 带着9.8亿的不动产来找他 想要嫁给他 不过呀 王伟念觉得很荒谬 觉得这是一时冲动 没有很在意 如今的他已经60多岁了 但是他依旧热爱生活 喜欢追求当今的时尚潮流 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态 还是像以前一样乐于助人 乐于帮助别人解决情感问题 他的大儿子如今也娶妻生子了 抱上孙子的他 经常会去帮忙照看孙子 他现在过着自己认为快乐幸福的生活